如果你到2 因为如果贷款500万的话 1.3 一年大概是6万多 7万 所以一个月大概五六千块钱 那如果到了2的话 你一个月可能就要将近1万块 所以那个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压力 就是说我薪水假设说赚4万块 我付5000块是OK 但如果付1万 1万5可能压力就会大 所以要看那个利率上升的幅度 跟贷款的幅度 基本上来讲 如果你的每一个月的 缴的贷款金额 Mortgage Payment 如果超过你薪水的1 4 你就会有压力 所以假设你薪水5万 然后你贷款2万 那其实就40% 那就会有压力 所以利率1.3 说不定还不到 利率到2 或者到3 那那个贷款压力就会加大 就会影响到他 买房子的这种医院啊什么之类的 但是这个就要看你是在什么地方买 我觉得这段时间 投资的风险可能会蛮高的 因为你不知道方向会往哪里去吗 所以稍微谨慎一点是有必要的 至少跟第一季结束以后 第二季再来看情况 我觉得这两个月的变化因素实在太多 我们要稍微小心一点 我觉得是这样子 如果自住的话 其实 因为台湾的房价几乎不太跌 所以你自住的话 就是找到你合适的 尤其地点 比方说像我们在镇大教书 那你在镇大附近找一栋房子 也许你当时买的时候会觉得贵 但是在几年以后你回来看就OK 所以如果自住 然后地点又对的话 我觉得在任何 你只要跳一两次练 大家都受不了了嘛 对 所以我的感觉是核二核三 核三一定会演绎的 本来啦 本来我们 他们说2025非核家园 就是因为按照原来的时程 核三要在2025全部除一 对 那意思就是我们现在核能发电 大概占我们总发电量12% 所以这个12%要能够接上来 那现在看起来 我刚刚讲的三接跟不上来嘛 至少要8年 那你绿电要能够接得上来这么快吗 过去6年呢 我们的绿电只增加1%多 然后现在只剩3年到2025的话 这是一个另外的大问题 6年才1% 那3年才0.5% 就算1%还是差很多 所以很重要 我们现在不是说2050净零碳排而已 我们要有2050净零碳排的一个路径图 你怎么样达到 那大陆现在的承诺是2030碳达峰 就是它排碳现在还在增加 到2030要最高 然后就要开始往下掉 所以它是2060碳中和 它就是速度会比国际标准会往后十年 因为它现在排碳量实在是太大 能源使用太多 所以它需要有更长的时间做这些碳的 结构的转变 能源结构的转变 但是不管怎么样 它对于国际上的能源的价格的影响 会非常大 我刚刚讲的不买美国 再跑去买俄罗斯的嘛 结果美国就抱怨说你买我东西变少 所以它又回头来 跑来跟美国买石油什么之类的 但是因为它的量大 所以它跟谁买 或者跟哪里去买 就会影响到能源的价格 天然界的价格 这个一定 在房市方面 全球普遍面临高房价的问题 台湾也是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的房价股变得上升 不只是有过政治中南部 而且由于中南部为主 Monix那个证券 它就有讲到说利率上涨1% 房价就会跌5% 有这样子的联动性吗 这个其实不是那么确定的 因为每一个国家情况不一样 所以我猜它可能用美国的数字在算 利率跟这个房价之间的关系 基本上它们会呈现一个负的关系 这是确定的 利率上涨房价会下跌 这个大概没有问题 因为你贷款利率提高会减少 所以这个大概没有问题 但是会不会说利率涨1% 房价涨5% 我觉得就看情况 每一个国家情况不太一样 所以我觉得不会那么斩金简铁说 利率一定有怎么样 而且要看情况 尤其是不动产 在区域之间的差异很大 对吧 我们讲说过去两年 台湾的整个房子大概涨了9点几个% 那其中台南台中大概都涨到16 7个% 那有些地方就3 4个% 台北大概9个% 所以你如果调升利率以后 那可能有些地方就很惨 那说不定台南还是很好 因为它这个台积电效应都在那里 所以那个不动产 因为它位置不能移动的 它区域性是很关键 所以区域性之间会有很大的差异 全台16区除了台东市 因积极以外 其余都是台积电进步的效应 房价连占第三层 这个是非常的平均 2021年的六都建户的买卖地转动数 合计是26.8万后 连增是7.0 其中台南高雄 它的增幅都超过10个% 所以你讲说利率调升1% 房价跌5% 那是可能是平均 但是不同区域之间差异可能会很大 所以还是要看情况才能 但是他们之间一个负向的关系 这个是很确定的 老师那像您觉得说在台湾的话 大概利率上涨多少 我们才会影响到房价的这个跌幅 1.3真的是有点低 但是如果你到2 因为如果贷款500万的话 1.3一年大概是6万多 7万 所以一个月大概五六千块钱 那如果到了2的话 你一个月可能就要将近1万块 所以那个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压力 就说我薪水假设说赚4万块 我付5千块是OK 但是我付1万 1万5可能压力就会大 所以要看那个利率上升的幅度 跟贷款的幅度 基本上来讲 如果你的每一个月的缴的贷款金额 Mortgage Payment 如果超过你薪水的四分之一 你就会有压力 所以假设你薪水5万 然后你贷款2万 那其实就40% 那就会有压力 所以利率1.3说不定还不到 利率到2或者到3 那那个贷款压力就会加大 就会影响到他 买房子这种医院什么之类的 对 因为如果加了3吧 就是大概到2左右 我觉得那个就会看到效果 到2的话我可能原本每个月是5千块 我可能就会变8 9千 对 有可能 那但是这个就要看你是在什么地方买 我刚刚讲是贷款500万嘛 所以你可能是买一个800万的房子 支配款300万 贷款500万嘛 那这个可能在南部可以 你到台北的话大概就有点难 如果台北你的贷款是1000万 或者1500万的话 那涨1个% 可能多的不只是3 5千 搞不好就会多到1万块钱以上 那时候你的压力就会大很多 所以利率升的多少 对于区域房价会有什么样的调整 其实应该是说都会区 他受的影响会比较高 会更大 因为他贷款的房价比较贵嘛 贷款一定比较多 所以他受到的压力会比较大 当然你也可以讲说 都会区的人他的所得可能高一点 所以他抗压的能力会比较高 所以你还是要考虑到贷款人的 本身的能力怎么样 记住我们在2008年的时候 那时候喜欢讲次贷有没有 Suprine 那个次贷讲的就是那些 次级的贷款 所谓讲次级贷款就是 所得比较低的人 他不应该去贷款的 你贷款2万你的收入是5万 你贷款压力40% 如果你贷款2万 但你的收入是10万 你的贷款压力只有20% 那就压力很低嘛 那就没有问题 所以对于那个贷款压力 比较高的人 房款能力比较低的 那利率一涨上来他就会很惨 所以那个叫Suprine 叫次贷 就是那些 我们讲信用比较差一点的人 但房款能力比较低一点的人 那这些人利率如果一涨起来的话 他的压力会大很多很多 所以央行在调整利率 要分析到对市场影响的时候 主要是要去看这群人 就是次贷 我们不能讲次贷 就是说对于那些 房款能力比较低一点的人 那他们的房款能力 会受到多大的压力 那你利率涨多少以后会有多少影响 这样会看得更仔细一点 可是在近这两年 两三年就是因为利率这么低 所以很多人他会预期 就是利率就永远这么低 所以他会常会去买了 超过自己负担能力的房子 如果碰到这种状况 利率如果涨到2%或3%的话 他们可能就会受不了 这个要很小心 因为当时的次贷就是 就是因为这样整个抱起来 I've got to say I used to be a business reporter I have never live looked at the Dow Jones Industrial Board and seen a 600-point loss in one session This week was the worst ever for the Dow European stocks continue to die A huge sell-off in the Nikkei Britain's banking stocks nosedived Iceland is in danger of going bankrupt 他从1%拉高到5% 所以他的负担比方我们刚刚讲 你本来是5000的 先一下突然变成2万 那你的薪水只有4万块 你5000你无所谓 到2万你就受不了 对啊 所以那个对subprime来讲 他的压力就会大很多很多 所以其实我们的利率 从1.3变成是2的时候 对于我们的房价 应该就已经开始 我觉得会 只要他开始往上调 一码两码都会看到效果 对 就是原本想要去买房子的人 他可能又会收手 他会去算嘛 他会算我如果要贷1000万 我要付一个月要付多少钱 发现不行 这个贷款压力太大 他觉得他就不好 现在房价又这么高 大家就会想说 我背的房贷其实就是更高 然后去算那个利率 就会觉得自己可能会负担不起 而且老师那房价 是不是也有所谓的预期心理 就是很多人觉得房价越来越高 我就要去追 因为我觉得我再来不买 可能会买不到 会这样子吗 然后开始跌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我未来可能看跌 那我可能就会开始 比较保守一点 有可能 有的人就说 我先买棉的 我追不上有可能 那另外一个是 有投机心理 那我预许它会涨 所以我现在赶快去买 即使我所得跌无所谓 因为它会涨 我到时候卖掉也可以 Supply裡面有很多这种人 然后最麻烦的就是 或者是卖房子的人 或者贷款给你 就会跟你讲 没关系 你压力大无所谓 反正房价会涨 那我就贷款给你 所以那个时候 Lemon Brother跟Solomon Brother 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很惨 就是我们说自备款20% 然后贷款80% 所以房价跌了20%以内 大概还好 因为你自备款有一个buffer 有一个在那里 就他们贷款的时候给你在美国 他们通常5%就可以了 10%就可以借了 后来100%借给你 还不止这样 他借你120% 因为他还需要20%的总红 所以就借120%给你 那个其实很危险 就房价10万块 我借你12万 或者房价1000万 我借你1200万 那如果房价跌到900万 那怎么办 那我就破产了 反正我就不要管 我房子我就不要 就丢给你了 可是你抵押1200万 结果你只拿回来900万 结果那个 就整个房市场就整个 再加上隐身性行动商品 就整个就爆开了 所以那个其实很危险 那我一直说 房价改变最大的危险 是我们的经济 是我们的经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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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的经济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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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经济市场 所以贷款 一定要有某一个程度 10%到20%的自备款 当作一个调整项 那个是很重要的 不然那个风险 会增加很多很多 所以台湾比较不会发生这个问题 是因为我们在贷款上的控制 比较严格 对 那现在他们在讲 选择信息用管制就是这样 就是你买房子 如果房价比较贵 比方说超过一亿的 我说你好宅 我只带你50% 对吧 那你就要自己准备5000万 你发现你没有那么多现金 你就不玩了 所以选择信息用管制 但是也可以抑制人们 这种投机的心理 因为我看这一次 就是去年美国房价的涨幅 有人说就是跟雷曼兄弟 他们这个雷曼风暴之前 也是次贷风到之前 2007年之前 他们的涨幅 其实现在的涨幅 比当时的涨幅还要更高 我看到曲线其实是更高的 所以他们说 那个时候都升息了17次 升息了17次 为了抑制房价就一打全垮 可是你这一次的涨幅 比他还要更高的时候 你没有升那么快 你也很难把房价压下来 可是升那么快又怕不舒适 上次已经有这种经验了 所以他们在涨的时候 就要小心一点 我宁可涨慢一点 让他慢慢去化 不要一下子跳上来 会受不了 可是他们涨的幅度 比上一次还要高 所以17次了打垮了 打下来也打垮了 可是这一次 如果你没有升一半 例如说8次的话 其实房价也很难下来吧 2021年2月播出的 全球战经周报 是中天财经频道制作的节目 每周六日晚上6点 除了在中天电视之外 也会在中天财经频道 是同步播出的 那我们从11月开始 有个马开小教室的单元 都是把观众 想要知道的答案 特地制作出来 放在中天财经频道里头 播出 只有在这里才看得到哦 如果大家想要掌握 这个最新的讯息的话 可以到中天财经频道里头 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就能够收到最新最完整的资讯 我觉得还是要看实际状况 不一定要升息 你货币数量还是可以收进来 你用缩表的方式 还是可以把货币数收进来 因为现在很多的房子 大家几乎都是买来投资的 而不是真的要住的 现在的房价飙涨很多的因素 是因为投机热钱多 所得高的人可能会这样认为 所得低的不一定 因为他们买来要自住 所以都有啦 有自住的也有投机的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看一下 可是现在推升房价的因素 感觉都不像是自住的 还是会有一些 还是会有我们讲刚性需求 你看得很清楚就是 尤其台北市 现在推很多小房子 那小的房子就是你知道 年轻人他们就买比较小的房子 因为总价太高 买不起 他就买那个比较小的 对 所以那个就是 很明显就是供这些 能力稍微低一点的人去买的 所以美国的升息缩表 对我们而言会是 就是大家如果持有房子 或者是即将要买房子的时候 可能目前最好是 停看厅先不要下手吗 我觉得这段时间 投资的风险可能会蛮高的 因为你不知道方向会往哪里去 所以稍微谨慎一点是有必要 至少可能第一季结束以后 第二季再来看情况 我觉得这两个月的 变化因素实在太多 要稍微小心一点 因为我看很多人可能 从去年开始就说 你看叫我们不要买房子 结果它越来越高了 现在怎么买得轻 是是我觉得是这样子 如果自住的话 其实 因为台湾的房价几乎不太跌 所以你自住的话 就是找到你合适的 尤其地点 比方说像我们在郑大教书 那你在郑大附近找了这种房子 也许你当时买的时候会觉得贵 但是再几年以后你回来看就OK 所以如果自住 然后地点又对的话 我觉得在任何收买 大概都不会差太远 那你如果要投资的话 可能就要小心了 所以这段时间 做这种投机或者投资行为 风险是蛮高的 要注意一点 因为自住的话 它纵使跌一点也没关系 反正你住在里面 你只要等到五年十年以后 再长回来就OK了 所以那个风险会比较小 但是如果你是投机 你就把它摆在那里变成空的话 那你那个成本就会高很多 而且外来变数这么大 万一升息太多了 房价下来了 或者 对 或者房价十年都不涨 你投资也变得亏了这样子 Frys being such an important product for Belgium of course emotionally when you have an increase of 10 or 20 cent a portion it's heartbreaking much more than a washing machine or a pair of shoes but OK we follow the market and we can't help that energy cost and oil cost and labor cost is increasing like it's increasing for everything We've had some of those same issues with supply chain shortages and price increases you know they varied from item to item but we were definitely out of stock on certain items last year Fortunately it wasn't anything that you know we couldn't sort of navigate around and we're still you know faced with you know increase prices for raw materials and you know we're doing the best we can to sort of navigate through it 老師 像最近啊 這個原物料的標準 我看它就是原物料和22種 主要的大宗商品當中 9種超過50% 是 就是 其實國際原物料就是 咖啡 棉花 鋁架 石油 對 幾乎都在漲 煤炭 木材 就像老師剛剛說 木材 木製品 所以家具商也想要漲 對 都在漲 對 最主要是需求 整個需求 因為兩三年 大家都蹲在家裡面 那現在開放出來了 整個需求回來 那要一下買東西 那這些供應都短期內 跟不上來嗎 再加上塞港跟不上來 這個價格就整個起來 所以要等到這些需求 都去化掉以後 這個需求帶動的這個壓力 才會減少 對 所以看起來 短期內不太容易 這個問題不太容易解決 所以可能這 上半年我們很難看得到 這個需求能夠被消化掉 是 很困難 對 而且塞港問題 是不是半年間的解決也很難說 所以其實去年 4月 5月 那時候我們就看到這個問題 因為疫情的影響一直都存在 然後這些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說 其實通膨可能會維持一陣子 但是他們都說應該不會 怎麼樣怎麼樣 結果你看已經快一年了 這通膨都還一直下不來 是連準會一直喊不會 一直說是暫時 我們一直到現在 到1月份的 等售物價都還在10%左右 美國也還是9點幾 對不對 那你等售物價高了 就是廠商1月2月的生產成本還會高 那它價格怎麼會掉下來 所以這也是不太容易 對 那因為台灣這些重要的原物料 幾乎都從國外進口 我們自己幾乎沒有這些東西 所以你的進口成本提高那麼多 你生產成本一直跟著提高 所以你說要價格要讓它回穩 我覺得很難 短時間也許三五個月可以 你時間長了它就一定反應嘛 即使政府跟它講 你不能隨便漲 但是它紙漿的材料一直在漲 你叫它怎麼樣 它紙漿材料漲了2 30% 那你說它的衛生紙價格能不漲嗎 對不對 你進來的木材的價格一直在漲 對不對 那它家具的價格怎麼辦 那原油的價格一直進來 你要把它動漲嗎 這很難嘛 所以國具原物料價格 推動台灣的通膨 這個常常看到我們叫 輸入型的通膨膨脹 其實很早就在降降 那半導體呢 半導體它的原物料 應該也是要從國外進來 只是說因為我們半導體很興盛 所以我們可以把價格抬掉 反應出去 對 我們賣出去價格也高 所以OK啦 因為我看我們等於是出口 非常的暢旺 而且那個數字都非常的亮眼 可是就有人現在有開始說 可能會有些隱憂就是成熟製程 因為我們先進製程我們不擔心 是因為我們的技術比人家好 可是成熟製程的 現在很多大家都在擴產 所以擴產之後 是不是例如可能到明年 就會有功過於求這樣子的問題在嗎 這個會是一種可能 就是大家數量先增加很多 其實我更擔心的對台積電來講 因為美國政府就一直覺得 基因片是很重要的戰略物資 所以他們之前通過一個法案 大概要投入3500億美元在基因上面 這個對台積電來講 長期以下會造成很大的壓力 我認為我有一個方法案 你说它技术有没有 它当然有啊 它只是没有办法向台积电 有那么好的制程嘛 但是我相信它要追上来 应该不会太困难了 也许三五年后会怎么样 长期下晶片的市场会怎么样 我们有点担心 这两天大家一直在讲 这个有所谓的荷兰病 因为台积电实在太强了 所有的资源都吸进去 他们要顾这个念政治的博士嘛 去分析国际政情 这绝对是这样 所以你的所有资源 都投资在同一种产业上面 那万一这个产业出了状况的话 那我们怎么办 这个是台湾要很担心的 现在的半导体出口 已经占我们出口的百分之三十几 电子产品出口包含半导体了 整个加起来已经到了 我们出口的57个percent 所以整个电子产业 已经超过我们出口一半以上了 然后里面有很多 我们叫苹果干粘股嘛 我随便讲一个啦 假设说哪一天美国苹果突然间公报说 它的销售量掉了百分之二十 那请问我们的苹果干粘股怎么办 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个栏子里面 其实风险是很大的 所以我们一方面希望我们的电子产品出口增加 但是其他的东西也应该要跟着增加才对 不然你到后头越来越集中风险会越来越大 会有国家安全上的问题 而且到时候如果半导体的产业 现在大家扩产 然后你的需求没有那么多的时候 就会连带造成我们的经济成长率也会被光下了 当然当然我们现在出口 在我们的经济里面是最大的一块 如果你出口一减少的话 你经济成长率 就是我们喜欢讲说出口是带动台湾经济成长的引擎 所以你出口一缺缓下来的话 你的经济成长率一定就跟着掉下来 可是我们要转换到像传产我们也不可能 因为现在有RCEP 我们的传产要看好那是很困难的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看起来 我们经济成长率的支柱 其实很难有其他的 所以赶快进到CPTPP 赶快进到RCEP 这个都是政府应该要积极去推的 因为电子产业有个好处 因为现在电子产业有个叫做ITA 国际高科技协议 大部分的电子产品 高科技的电子产品主要是免税的 所以他们不会担心RCEP跟CPTPP的问题 可是还有很多钢铁石化纺织 这些都传产的东西 他们出去卖到东南亚关税 可能是6% 可能10%或10%几 那你如果没有加入CPTPP 没有加入RCEP 那人家产品卖出去免税 你的产品出去要被课10%的关税 你当然就会很惨 所以我们的政府当然应该要 积极地去加入CPTPP 加入RCEP 这个是一定要做的 你这样的话才可以让其他的产业跟着起来 然后才会让电子产业的重要性 相对来讲看起来不是那么重要 那就是风险要分散 这大家都知道的 可是问题是我们要加入 其实很困难不是吗 因为毕竟我们两岸关系 我知道政治问题要想办法解决 两岸关系应该要处理好一点 我觉得这也是应该的 不管怎么样 大家都会是一个好的关系 在政治上的关系好一点 贸易上也比较容易处理 未来还有节能减碳 净零排碳的碳税 这是另外一个大问题 而且碳税我记得之前好像有讲到说 像中钢钢铁这种 它的碳税可能会是占它成本的 可能大概三成以上 这非常的惊人 我们政府现在规划是 碳税一吨的碳收30块美元 人家欧盟现在要是100 有的甚至要设到300块 我们是差太远的 到时候碳税会是一个 很大很大的问题 然后我们现在要讲绿电 结果现在我们生产的绿电 刚好就被台积电一家用完了 我们的绿电上来的速度非常慢 现在政府就是 可能要多少瓦斯 天然气 虽然它不会有PM2.5 可是它会排放氧化碳 它会露出氧化碳 那同样是对绿组暖化会产生很大的问题 人家会把它当做CO2一起来算 所以到时候如果我们 如果按照2025非核家园的算法 50%的天然气 30%的煤 加20%的氯电 假设它可以达到这个 现在只有6点几 假设它可以达到20% 那你80%都是燃气跟燃煤 那个会排放非常多的CO2跟CO一氧化碳 这个都是没有办法符合2050净零碳排的问题 所以到时候还会是一个大问题 就是我们的能源结构的长期目标 现在虽然政府说目标已经设定了 民进党政府说2050净零碳排 这个当然是对的 问题是你怎么样达成 比方说假设说你2025要非核家园 核能要把它都停掉 那你到时候就只好用瓦斯跟煤 而且2025年马上就要到了 相关的这个旧的机组会厨艺的部分 本来就在我们算计在内 要怎么样来代替这些厨艺的机组 要怎么去新增机组 所以包括三阶也好 包括协和电厂还有相关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赶快要来增加 我们这个新的机组来衔接要厨艺的机组 我们现在三阶现在开始推移要8年 2030你2025如果把核能全部停掉 请问你扫掉电要从哪里来 然后再加上这个碳排的问题 这个是另外一个国内的大的问题 所以到时候在演艺的可能性 其实就非常的高 如果它完全没有办法衔接的话 核二核三 我觉得到最后一定会演艺 没有办法到时候 你只要跳一两次练 大家都受不了了 对 所以我的感觉是核二核三 核三一定会演艺的 本来我们 他们说2025非核家园 就是因为按照原来的时程 核三要在2025全部除一 对 那意思就是我们现在核能发电 大概占我们总发电量12% 所以这个12%要能够接上来 好 那现在看起来 我刚刚讲的三阶跟不上来嘛 至少要8年 那你绿电要能够接得上来这么快吗 过去6年呢 我们的绿电只增加1%多 然后现在只剩三年到2025的话 这是一个另外的大部分 6年才1% 那3年才0.5 就算1%还是差很多 这个没办法去想象到这会怎么样 所以到时候纵使研议 然后我们如果真的到2050 我们那个八成你要变成能够绿电吧 不然怎么到净零碳拍 所以很重要 我们现在不是说2050净零碳拍而已 我们要有2050净零碳拍的一个路径图 你怎么样达到2050的净零碳拍 这个是很关键 而且欧洲的碳税 看起来已经要开始上路了 所以你只要这些高耗能的产业 克了碳税之后 你整个成本增加 可是你又没有这些RCEP这些零关税 所以统统加总在一起 你的竞争力就会变弱 所以相较你的经济成长率 就会非常的惨 所以就只剩了这些电子资讯产业 可是电子资讯产业 你有可能三五年之后 你在一些制程上 如果不要落后 就是你跟大家一样的时候 你一样是没有那个竞争力的 对所以技术要不断的进步 产业竞争力才会提高 所以台积电现在不断的 在做一些投资 这个我们当然很高兴看到 台积电可以持续的下去 那当然美国我刚刚讲了 因为美国现在要花 三千多亿美元投资 所以他们也会追上来 所以我看我们往前跑多快 但是我们也不能只有电子产业 你的钢铁 你的石化 你的纺织 你要跟着往前跑 跟着扩大 所以加入FTA 加入CPTPP 这个都很重要 然后另外一方面 你自己生产能力的提升 我们讲 他们讲这个数位转型 你把这些高科技 什么AI大数据 怎么样把这些技术 布建到每一个产业里面去 提升他们的竞争力 这个都是很重要 政府要做的 因为我看欧洲它有 欧洲最近有推一个 欧洲的晶片法案 所以他们也是 要推他们的晶片 对 推这个晶片法案 然后他们也要开始大量的 就是投资很大的金额进去 谢谢你 我們已經計劃了30億元的 公共投資金融資訊 我們已經計劃了 風險太大 所以現在大家就開始投資 那對台灣來講 長期下當然就會造成壓力 對 一定是這樣 因為大家一起去做一些 發明或創造的時候 你不可能永遠比人家聰明 人家有可能會突破了 你現在的進程 就像我記得之前有聽到人家說 那個大立光以前會認為說 這個晶片 它做的晶片非常的厲害 非用它的不可 它的最好 可是後來為什麼 大立光的股價掉這麼多 是因為它後來發展到更高階的 可是那個成本實在太高 那很多的手機覺得說 我用次級 就是第二階 我就可以了 而且那個成本又剛剛好 但是第二階的大家都會 所以半導體很有可能 台積電也會面臨這樣的問題 那你現在做2奈米 可能是就是非常的好 可是問題價格或成本 還沒有辦法壓低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我不需要用到那麼好 我可能3奈米 5奈米 那3奈米 5奈米 大家可能很快就追上來了 我覺得這個就看他們技術進步的速度 或者需求 對 不過老實講 因為我們現在在講AI這樣的大數據這些 這些高科技產業全部都需要晶片 所以未來幾年晶片的需求 我覺得應該還不是太大的問題 但是時間如果再拉長的話 那美國或者歐洲的技術會不會追上來 我覺得這個就變得很關鍵 對 它的需求不是問題 主要是攻擊人家如果也追上來的話 因為大家開始擴產 然後那個數量 一多的話 因為像汽車它也不需要用到那麼高端的晶片 對 所以我們其實未來台灣的經濟一些隱憂還蠻多的 可能都是要趕快解決的 一直都有啦 一直都有存在 對 我覺得現在產業技術 就我剛剛講數位轉型 台積電當然問題不會有短期的問題 那數位轉型 德國叫工業4.0 那我們台灣以前把它叫製造業4.0 怎麼樣提升製造業整個技術進步 這是應該要做的事情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要趕快 就這個是提升自己的競爭力 但是你的競爭力跟人家一樣 如果關稅沒有的話也不行 所以CBTPRCEP 這個要趕快去做 那國內另外一個非常重要 就是能源 能源碳稅的 這幾個都是大的問題 因為大家當然說 世界上對於原油的需求會大幅下降 是因為未來可能就是電動車 不可能就比較不會用到石油 所以現在石油價格的升跟貶 幾乎都是因為地緣政治 不確定的戰爭因素才會造成 那現在大家就會發現說 中國大陸其實從1990年代中期之後 因為他們國內優品就是枯竭 然後再加上他們機械化的發展 所以是完全的進口 那可是從去年 就是突然他們在原油進口量 是同比減少大概5.4% 所以是因為跟他們產業結構 有一些變化有關係嗎 對 我覺得他們產業結構變化 然後大陸現在他們的 核能上來的速度非常快 他們應該有好幾十座的核能電廠 在興建當中 所以他們的核能佔比在提升 這個可能會對他們的能源結構 會有一些變化 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約束下 未來的能源發展呢 它核心的呢 實際上就是低碳 正零碳的非化石能源 像風能 太陽能 水能 核能 生物智能 地熱能 海洋能 等等這些能源的 這個開發利用的問題 然後他們可能煤礦的使用 因為他們以前大概百分之六十幾 都是煤礦 那如果他們覺得國際油價太高 他就會回來用煤嘛 所以這些都會有一些替代性 然後長期下可能還會要往 剛往風能這些地方去 對 但是有一件事情可以確定 大陸從好多年前 至少五六年前開始 就已經是全世界最大的能源使用國 然後也是全世界最大的 二氧化碳的排放國 好 所以大陸對國際能源市場的影響 非常非常大 同樣的對國際碳排的問題的影響 也是非常非常的大 好 那所以它本身的能源結構的變化 對國際市場同樣會產生影響 所以美國之前就跟他抱怨嘛 說你買我的東西買的不夠等等 所以最近大陸又轉回來 又跟美國開始去買他的能源的東西 好 所以大陸在國際能源市場上的影響力 很大 應該這麼說 對 所以它現在變成是 因為它也是要開始拼那個減碳 是 所以變成是他們有所謂的能耗雙控 然後再加上他們必須把一些 高耗能的產業做一些 就是升級轉型或者是捨棄不要用 所以它變成是在核能 然後風力 可是我看它最近也跟那個 俄羅斯簽30年的天然氣的協議 可是天然氣其實也是 它就是減少美國的需求 增加對俄羅斯的需求 對 那大陸 大陸它也有承諾啦 那大陸現在的承諾是 2030碳達峰 就是它排碳現在還在增加 到2030要最高 然後就開始往下掉 所以它是2060碳中和 它就是 速度會比國際標準會往後失年 因為它現在排碳量實在是太大 能源使用太多 所以它需要有更長的時間做這些碳的 結構的轉變 能源結構的轉變 但是不管怎麼樣 它對於國際上的能源的價格的影響 會非常大 我剛剛講的 不買美國的跑去買俄羅斯的嘛 結果美國就抱怨說你買我東西變少 所以它又回頭來跑來跟美國買石油啊什麼之類的 但是因為它量大 所以它跟誰買或者跟哪裡去買 就會影響到 能源的價格啦天然氣的價格 這個一定會有一些影響 那為什麼中國大陸要在去年的時候 賣掉滿多美國的股債 然後最近好像有再買回來一些 為什麼 是有什麼樣操作的目的 就是貨幣戰爭嘛 他們不喜歡美國 然後不希望美元變這麼強 所以他們拋掉這個美元的產品 然後跑去買歐洲的東西嘛 中間有好多的油啊瓦斯啊什麼都 跑去跟歐盟買 然後跟歐洲講說以後我跟你做生意要用歐元 那美國就很生氣啊 那這個他們大國可以玩這個遊戲嘛 所以美國就一直抗議說 你那時候講說要跟我買的東西不夠啊 你現在要再跟我買啊 所以他們就跑回來跟美國買瓦斯啊什麼東西的 這是大國遊戲嘛 那它手上的錢很多 然後持有的外匯存體多 所以它就可以這樣子再操控了 對 要不然我想說你如果美國的國債你賣太多 價格跌很多它也是酷牙 因為它持有其實還蠻高的 對 對 對 沒錯 所以它就慢慢賣 不要賣太快 讓它價格不要 會有一些傷害但是不要太多 對 一定會這樣 對 然後很重要的就是 因為美元一直都是全世界投貨嘛 然後美國那時候你看強迫 我們有一個叫做石油美元 美國要求這個中東在買賣石油 所以一定要用美元啊這樣 結果歐盟的歐元說我們也是國際貨幣 但是用的就比較少嘛 那現在大陸說我不喜歡美國啊 我也不喜歡你美元 我就拋售你美元的產品 然後跑去用歐元的產品 然後跟歐洲好一點 那歐洲當然很 appreciate 大國經貿實力比較大的時候 它就可以在中間做一些操控嘛 因為我看中國大陸後來跟伊朗在簽這個 就是買賣石油的時候說要改用人民幣來計價 有可能 其實已經蠻多的 前進出口嘛 大家進出口要簽個合同 合同要訂個價 對吧 都是用美元來計價 然後呢也說好就說出口嘛 你們拿美元付我 對吧 我要進口的話我要讓美元來付你的 那麼現在呢就說這個合同呢就是用人民幣來定價 所以昨天我宣布這個簽約的時候呢就說 這個合同是值1390萬 98萬人民元人民幣 而不是算以前那樣說1398萬美元 對吧 用人民幣計價有一個條件就是雙方都要有足夠的人民幣 對不對 我跟你買東西但是我沒有人民幣 所以你要能夠讓我取得足夠的人民幣 所以我們說有一個叫做國際貨幣互換協議 就是比方說台幣跟人民幣可以自由交換 那我們跟大陸買東西就用人民幣交易 那我要拿足夠人民幣給你 那我要先去給你買人民幣啊 好 所以我們那時候 ECFA 簽了以後我們讓大陸的銀行可以到台灣來設銀行 但是那時候開放單一直到現在 每一天只能買2萬人民幣 就是說你要去做人民幣存款的話 你說我要買10萬人民幣 你到銀行去一天只能買2萬 五天才能買到10萬 就是因為人民幣的數量拿不到 因為我兩岸沒有簽這個貨幣互換協議 所以大陸現在已經跟 應該至少30幾個國家有簽人民幣互換協議 就是我們隨時可以拿人民幣 所以我們的買賣可以透過人民幣來交易 那歐洲用歐元 那日本可以跟其他國家說 我們用日元來交易 也是可以啊 這些都是國際貨幣 那最多的是美元 那現在大陸一直希望說 人民幣可以變成一個國際交換的貨幣 那它就要能夠自由流動啊 所以它跟這些國家簽了 人民幣互換協議以後 就可以來做這個 所以它就跟 一郎說跟你買石油 或者你跟我買商品 我們就用人民幣做交易 只要對方說OK 那就可以了 他們就可以取代一部分美元的功用 我們是人民幣計價結算 國際上呢 可以說是絕大部分的石油期貨 都是美元計價 我們是人民幣計價結算 那麼這也是為了方便國內的企業 參與油期貨 所以人民幣計價結算是有助於 國內的企業呢 很好的做風險管理 所以它應該還蠻希望 跟很多國家簽這樣子的協議 當然當然 而且這個事情有很長的故事 其實很早之前 香港是第一個跟大陸簽貨幣互換協議的 就是香港可以無限制的取得人民幣 所以香港就變成了人民幣的海外交易中心 就很多國家說我的外匯存體裡面 應該要有一些人民幣 因為大陸經濟體很大 我需要有一些人民幣 可是我拿不到啊 它就跑去跟香港買 所以香港就可以在這邊做貨幣的買本 它就可以賺到錢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在講ECFA的時候 我們就說台灣也應該跟大陸簽 然後我們可以變成第二個 貨幣人民幣的經濟交易中心 那這樣子的話就 後來很可惜 後來這些都沒有做到 對 蠻可惜的 那為什麼我們沒有辦法做到 因為這對我們人也應該沒有換出 ECFA沒有過 ECFA裡面的服務業金融開放都沒有過 所以後面也沒有再去談這個 談這個貨幣互換協議 我們只有談到大陸的銀行 可以到台灣來設 所以現在中國銀行啊 他們都有在這邊設分行嘛 那然後他們可以賣我們一定數量的人民幣 所以你現在到 比方說台灣銀行你可以說 我給你買人民幣 可以啊 一天就2萬塊 就貨幣交易被受到限制 就是你沒有辦法無限制的取得人民幣 那這個要再做交易的時候就比較困難了 那大陸說 假設說我們跟大陸說 我要給你買10億美元的東西 要用人民幣付款 問題是我沒有人民幣啊 所以就沒有辦法進行交易了 所以你如果要兩邊用某一種貨幣的話 那要能夠確定兩邊都能夠無限制的取得住貨幣 才有辦法進行交易 那我們不簽這個協議 是會對我們國安有什麼樣的問題嗎 因為當然我們因為兩岸有一些比較敏感的問題在 可是簽這個協議應該不會有設計什麼樣的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不會啦 那就是說你用新台幣跟 就直接用人民幣交易的好處就是台幣直接換人民幣嘛 就直接這樣 現在不行啊 現在是你台幣要去買美元 美元再換人民幣 或者你拿到人民幣以後換成美元再換成台幣 你交換兩次你那個匯損就會變大嘛 所以最好是直接用某一種貨幣 假設跟日本的話 你就直接跟他用日元交易 這樣是最簡單嘛 跟歐洲就用偶元交易 這樣是最簡單嘛 對啊 但是 可是我們現在的手機是可以直接買外幣 我也可以直接買賣人民幣不是嗎 可以 但是數量有限制啊 就是一樣是可能兩萬人民幣也是 對 假設你跟大陸做生意 然後你要跟他進口電視機說 今年我要跟你交易電視機一百萬人民幣 那你怎麼辦 你要等五十天嗎 一千萬兩萬 那貨幣交易不能有數量上的限制 貨幣應該是完全只有移動的 所以像中國大陸很積極的 去跟很多國家簽這樣的協議 是不是也可以說是 就是人民幣國際化 所以這對於他未來要推所謂的數位人民幣 當然有關係 就是我們交易都用人民幣直接交易 然後直接用貨幣化 用數字化就會更方便 對 因為他如果讓人民幣的使用率 變得更高的時候 他這個數位人民幣的效用就會更大 對 但是重要的就是他使用越來越多的時候 他就會瓜分掉一部分美元的市場 美國對全球的影響力就會變得比較低 對 所以大陸一直希望他的人民幣國際化 這是很正常的啦 所以他其實有很多的考量 最主要還是希望在國際上的影響力會變高 對 謝謝 節目到這邊告一段落 請您支持中天監督的力量 記得把下面這一段工商服務影片看完喔 現在疫情其實讓大家還是有點擔心 不管你是在家裡頭 有客人來或者是你外出用餐 好 現在可以看到像是這個呢 是我們的水神的部分 那當然就是這樣子噴是蠻方便的 那如果說你是個人防疫啊 環境防疫 整個環境整個空氣一次搞定 如果是做生意的話 可能這個營業場所比較大 客人進行出出 或者像是一些幼兒園啦 安親班啦 餐飲店等等等等 好工廠 學校 銀行等等 甚至教會宮廟需要長時間 你倒要保持一個消毒的狀態 所以你的防疫用量當然也會比較大 這個時候我們提供給大家 推薦給您看到這一台就是 能夠及時補充抗進疫的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機 那麼這一台的水神生成機呢 讓防疫變得更方便 更安心 它大概就是一個飲水機的大小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前面這一台 那你放在桌上啦 放在店面放在家裡 其實都不會太佔空間 而且三分鐘可以生成有4公升的水神 那麼一瓶的電解液呢 可以生成200公升的水神 完全讓你能夠應援客人 員工整個空氣的需求 比買單瓶更方便 同時也更加的實用 結果日本教授直接家裡頭 就裝了這一台的機器 當成日常的清潔液 不傷害環境 而且一天你用200次都沒有問題的 比酒精啦 比漂白水更加的環保 那所以呢水神幫助大家 保護自己 保護家人 保護客人 保護商機 現在如果你要購買 旺旺水神生成機 中天新聞的觀眾是有獨家的好康 好一樣趕快掃描我們的快點購 如果你是在青春期間來下單購買水神的生成機 我們加送價值5960元的水神物化器 就在旁邊可以看到這台物化器 非常有質感 這個白色的一個設計 還有電解液4屏數量有限 請大家要買要快 居家防疫超級好幫手 快上網搜尋快點購 訂購旺旺水神生成機 或撥打客服電話 0800-660-608 中天觀眾獨家享有好康優惠唷 輸入推薦代碼 還另外享有折價優惠唷 謝謝您看完中天工商 有您的支持 我們監督的力量不會消失 哈囉大家好 我是中天全球震驚週報的小林 那今天要特別提醒大家一個消息 就是每周日晚間6點 那知名經濟學家馬凱教授 來上我們的節目 為大家解析全世界的總體經濟趨勢 但是也因為他非常受到大家的歡迎 沒想到有人呢 就到用馬凱教授的照片 在LINE的裡頭開了名叫做 馬凱線上課堂加這樣子的社群 那裡頭呢 竟然在分析台股的一些個股的走勢 那這個消息馬凱教授知道之後呢 是相當的訝異 因為我從來沒有在LINE上面開過課 所以有任何人用我的名義來開課 那是一種欺騙行為 那是對我的舞衊 也是對觀眾的一種詐騙 我覺得我們大家都應該唾棄這樣的行為 應該完全不要受他的誘惑 應該只要有機會就加以譴責 那馬凱教授在8月16號下午的1點多 也正視到台北市內湖分局報案了 2021年21月播出的全球戰經週報是中天財經頻道製作的節目 每週六日晚上6點呢 除了在中天電視之外也會在這個中天財經頻道是同步播出的 那我們從11月開始有個馬凱小教室的單元都是把觀眾想知道的答案 特地製作出來放在中天財經頻道裏頭播出 只有在這裡才看得到喔 如果大家想要掌握這個最新的訊息的話 可以到中天財經頻道裏頭 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就能夠收到最新最完整的資訊 台灣如果不拿定度這個一二月的這個情況 作為一個銀劍的話 我覺得台灣真的需要擔心 今天因為現在新店這麼短削 而它的工資也可能不是很高甚至更低 市場也許還夠大 也許台銀劍到那邊去了 不過我個人是傾向於一件事 從今年到明年 發生通膨的壓力是不斷的在增大 知名經濟學家馬凱教授在中天 美國十年級工戰 它的職業上升的時候 最先倒楣的就是一些科技股 和美國的印太戰略 其實它越來越明顯告訴你 我就是要取代印太陽 風險高的就盡量不要碰它 比如說房市風險很高 股市風險很高 你盡量不要碰它 他們說這次氣增的這個立場 看起來有很明顯的 拜登的這個色彩 掌握全球脈動 世界總體經濟趨勢 國際區域情勢變化 我是馬凱 我在全球正經週報 接著